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的是 脚垫的入门认识篇 那脚垫呢 其实我们运用在很多的场合 那它的最大的特色在于说 它是运用这个螺纹的功效呢 来让我们的一个机台或者是我们的产品呢 可以达到一个水平的一个装置 所以呢 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水平脚垫 所以一般我们使用的都是四个为一个单位 所以我们从四个脚去调整它的高度 以达到说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机台 能够有一个水平的状态 它最主要的功能在这里 那另一方面呢 它是运用类似的千金顶的原理 有一些脚垫呢 它是用来做 我们可以把机台抬高或者是降低的一个动作 那这里呢 我们所运用的脚垫呢 的种类形式是非常多的 那这边我们要怎么去选用正确的脚垫 运用在正确的产品上面呢 这里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选择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啰 首先呢 我们先来介绍轻量型的脚垫 那轻量型一般呢 我们所看到它的形式呢 都是偏小的 然后呢 我们会看到它会有螺丝跟螺帽做搭配 所以轻量型我们这部分有时候会看到它是分离式的 我们使用者是很容易的可以把这个螺帽呢 松开 那它这边呢 它的脚垫啊 螺丝的部分会做分离 以及说 可能有一部分呢 是比较单纯的 它自有附螺丝跟这个 底部的这个缓充垫的部分 所以我们是直接锁在产品上面 又或者是说有一些呢 它是直接做包色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橡胶的脚垫在成型的时候呢 我们在模具成型之前呢 已经把这个螺丝呢 放置在模具里面 所以当成型之后呢 它这个部分就是一体成型的 那这一部分呢 它也是属于比较轻量型的 那这里呢 我们就是来看 我们的产品如果它的受力呢 是不是非常大的 那像是什么 像我们的家具 或者就有一些像书桌等等的 我们有一部分呢 轻量型呢 我们会看到这类的产品 那这边先让大家来熟悉一下咯 我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中重量型 那中重量型呢 我们要怎么去分别呢 我们一般呢 从螺纹的 它的牙的大小 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 一般这个牙呢 它越大 所代表它呢 有可能是中重量型 那另外一个分辨的方式在于说 我们看这个底座 大概就可以知道 一般中重量型呢 它的承载力如果比较好的话 底部这个部分呢 都会有铁质的部分呢 来做它的主体 当然有一部分呢 像这类的 它上半部是铁质的一个主体 那下半部呢 是橡胶的脚垫 这个用途在于说 它是中重量型以外呢 它还能够做一个缓冲的功效 这部分也是有的 那至于它的载重 必须要是多少呢 那这里呢 就不一定 我们要看我们的供应商或者是 我们所找到的脚垫呢 它的承载力是多少 这部分呢 当然有一些技术资料 我们可以去知道的 那另一部分呢 有一些呢 它会附一个座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个螺丝孔呢 锁在我们的产品上面 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刚前面所提到的 部分它的脚垫呢 是有点类似千斤顶的原理 所以我们是运用调整这里的螺帽呢 让螺帽做上下移动的时候呢 能够把我们的产品把它抬高 那这里呢 有时候我们会搭配的 移动轮来做一个选择 有时候呢 运用这个方式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来移动一个 非常重的一个机台 那这边如果你有兴趣呢 你可以到影片里面的说明 这里会放上移动轮的认识篇 以及螺纹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审例篇 怎么样运用螺纹它的螺旋角呢 来达到省力的功效 那当然有一部分中重量型呢 它可能有一个地方呢 像脚垫的部分有一个孔 这部分在于说我们呢 是可能要固定在我们的平台上面 或者是要直接固定在地板上面 有时候会运用这种螺丝孔 来给我们做运用跟搭配 那这边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啰 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缓充电型 那缓充电型呢 我们从画面上大致上可以看出三种 第一种呢 它是中间是螺纹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呢 就可以运用螺丝来跟它做搭配 那第二种呢 它是有外牙跟内牙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运用 看我们要运用内牙的部分来做搭配 或是外牙都可以 那这边变化就会比较多 那第三种呢 是两边都是外牙的形式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一般呢 我们所看到这个缓充电的形式呢 代表这个主体的部分呢 它其实有一个缓充的功效 所以一般是用橡胶的类似这种材质 所以我们在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压压看 有时候会发现呢 它这个地方是有一点弹性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它就有点像避震缓充的功效 所以它的用途在于说 它要有一个缓充的功能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看我们的供应商 或者是这个产品呢 它所提供的硬度是多少 一般我们所看到的缓充电呢 它有硬度的一些分别 有比较硬一点的或比较软一点的材质 那这边我们就要看各位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去运用在什么场合 以及说 我们运用的硬度要多少 有时候可能要搭配实测来做一个选择 这边呢 如果你有一些缓充的功能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类的缓充电呢 来运用搭配 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 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橡胶电型 那一般呢 橡胶电型呢 它都会做的比较轻薄一点 所以呢 我们会看到这类的物品的时候呢 一般都会用在比较轻量型的产品上面 那像是什么呢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像是3C产品 或者是说我们的书桌 或者是书柜等等的 我们有时候看底部的时候呢 有时候因为呢 它的这个橡胶的部分呢 一来呢 它是要防滑 二来是要防刮伤 所以有时候它可能比较没有水平的限制 所以我们可能没有用螺丝去做调整 所以是直接锁附在我们的产品的底部而已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一般橡胶的脚垫 有的部分呢 里面会埋螺丝 那这边呢 有一个孔可以预留 所以我们可以把螺丝孔呢 沉进去 所以我们在底部的时候呢 运用这个橡胶的原理 可以达到防滑以及 防刮伤的一个现象 或者是说 一般我们可能比较常看到这类的 这个橡胶垫呢 它就是直接挖一个孔了 那这个孔呢 我们可以让螺丝头沉在里面 然后这个部分呢 直接是一个贯通的一个孔 所以直接锁附在我们的产品上面 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功效 那这一部分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用途 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头塞型 那头塞型呢 顾名思义 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 它就是类似一个 塞头的形式 所以我们在产品呢 是会挖一个圆孔 然后呢 运用它这个头塞的形状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 塞头直接塞入产品上面 所以它前端的部分呢 会有一个类似缓充电的一个原理 所以呢 这个部分也是 运用在比较轻量小型的一个产品上面 所以 部分的产品呢 它也会来当 脚垫做使用 那它的功用在于说 你可能要防刮伤跟防滑 然后另一个形式在于说 我们有一些地方呢 可能有一些开合的一个机构 那这个开合的机构 然后你可能在关的时候呢 你不希望它的表面跟我们的产品有刮伤的现象 或者是说 关的时候会瞬间会有一个碰撞的声音 你不希望它有这样的声音 对于产品的品质呢 会下降 所以你希望有一个缓冲 吸震 吸它的声音 或者是要防刮伤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种头塞型的一个产品 我们直接在产品的表面呢 挖一个圆孔 然后把头塞塞进去 所以呢 我们就是运用它前面这个面呢 来达到说 你可以吸震 或者是缓冲 或者是防滑 防刮等等的一个功效 那这边呢 它的种类形式也是相当多的 所以我们在市面上可以看到非常多这类的产品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运用这种方式来搭配 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用螺丝去锁附 如果你使用的地方是没有受力 只是单纯的可能要防刮而已 我们也可以选择这类的头塞型来做一个运用的哦 那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咯 最后呢 来总结一下脚垫的入门认识篇 那这边我们所介绍的脚垫呢 是有一点延伸运用的 所以其他类似的产品呢 我们会一并做讲解 所以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有轻量型的脚垫 以及中重量型的脚垫 那这边脚垫我们来复习一下 它最大的功效是什么 在于说我们要调整我们产品的水平 所以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水平脚垫 所以我们从英文的翻译这边 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 是一个水平的一个脚垫 所以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 它的功效是什么 所以它这个水平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运用我们的螺纹 来做一个往上调整呢 或往下调整 所以一般会有四个 唯一个单位来做一个四角调整 来达到水平的功效 那部分中重量型呢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是运用千斤顶的原理呢 来做一个把产品抬高 或是放下的一个动作 那这边有兴趣的 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 这边都会有讲解到 那其他的呢 延伸的像是 橡胶类的 那橡胶类的呢 我们不外乎就是 运用在一个防刮 或者是说我们要有缓冲 或是说我们呢 底部可能有一些地方 或是我们产品表面呢 不希望它有膨撞声 我们可以运用这种橡胶材质 来做吸震 把声音消除掉的一个功效 那这边最主要几个呢 介绍给大家认识 那这里呢 前面有一些细部的地方 如果还不了解的呢 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 那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个特色 然后运用到什么产品 所以我们要 根据我们所使用的场合 来选择合适的脚垫来运用的哦 那今天的教学呢 就到这边为止 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 拜拜